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今天在法务部举办守护公益让爱传递联合拍卖活动 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唐智慈表示 活动展现行政执行署办理公法上金钱给付 义务执行事件不是冷冰冰的执法机关 台北分署晚间表示 今天动产不动产合计拍定709万3833元 台北分署表示不动产拍卖部分今天共计卖出四笔 其中位于大安区文昌路家具街的一楼店面最为抢手 底价400万元有多组人马竞标 最后已高于底价50%至600万元拍定 合计四笔不动产总共拍定价额为6638601元 变卖动产部分民众竞买情形也热络 英属维京青岛商号亿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之葡萄97香 美香6瓶金龙牡丹金门高粮90香 美香8瓶珊瑚湿品 Ray band太阳眼镜17支香水10瓶 翁记珠宝有限公司的皮件 玉印章珊瑚雕士 新地亚国际有限公司的项链 戒指耳环画麻名家神旅最大师手绘 巨马画两幅母子龙归艳台百年画善两幅龙形绿玉印尺均 顺利卖出总计动产拍的455,232元 至于外界关注的中芯航空公司直升机 今天也进行第三轮四第二拍 底价已降至1152万元 虽有民众到场询问 但无人投标将则日在减价拍卖 台北分主表 是本月联合拍卖是结合化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 基金会的爱心义卖 以及台北国税局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台北市区监离锁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的业务宣导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 今天在法务部前广场举办联合拍卖会 记者王胜黎摄影 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